要怎樣? 本地出家人就在家要還屬 要怎樣? 這樣母子娶下來 母子娶下來後,雖然走就出來了 開始要養一家庭 所以從要抓老鼠變成養家 又要養母牛,養公人,養貓 為了要抓老鼠 有一天他師父來了 來到山下說要找他的徒弟 看他徒弟現在已經修到什麼程度 結果來到山下問山下的人說 你有沒有看到山上有一個太平人嗎? 山下的人說 有喔!幾年前有看的 現在還不再走下去了 結果 這師父他看著說 蛤?他會失蹤 我趕快來看看,看要有貼的嗎? 其實要貼的 所以你不要想要把大地鋪平 這樣知道嗎? 你要好好把你的鞋子穿好 所以法性你要對法性要清楚 你要安住在你的法性上 往外判的時候就沒有貼的 向上一定是油 向上一定是油 所以這要了解 但是油我們也不用覺得 這個油有什麼不好 我等一下再分析給你聽 油有它的好處在 因此你看 從原本的法跟法性 但是 是在說用跟體 根本就不是同類型 一個體一個用 根本就不是同類型 但是呢 比這個平量呢 比這個油有二邊對立 它變成同類 什麼樣是不同類型呢? 你對法性是否有清楚? 我說這樣,你們聽嗎? 在這邊是在說 靜跟心的體跟用 不一樣的類型 結果呢 過來這邊就順便做 二邊對立 而且就是同一類型 什麼樣是不同類型呢? 就這款的不在 油跟小這不在不同類型 而且是大跟五這不在不同類型 同一種的那個 就是同類型 二邊對立嘛 這因緣油嘛,對吧? 對吧? 所以 原本是這個法跟法性 不同類型 結果呢 墮入名言後 都變成二邊對立 所以喔 你對法人無了解 很容易喔 變成名言相的二邊對立 你不知道喔 這兩個是不同類型 變成同類型的二邊對立 墮入文字相喔 它就 它就 產生這種效果 那叫做什麼? 那叫做分別心 在這邊的順時 上分別 落在文字的順便做 分別心 這樣你們聽嗎? 這樣聽嗎? 聽嗎? 所以分別心跟上分別有沒有一樣啊?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分別心跟上分別是不同的 因為分別心是什麼? 已經落在二邊對立了 矛盾 好 這就是分別心 所以說 人家如果要看細節喔 一定要 跳出向的範圍 來了解世界 你如果沒有跳出向的範圍 你來 你來看細節喔 你絕對會去分別心 好 因為啦? 因為細節是喔 看錢 看錢 比較多的 而且是看你 世間的身分地位相比較高的 對不對? 而且是看你生成美麥的 絕對不會去 不會去說 說 你這個人 心 心 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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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看很開的 還是說 你這是 凡夫心 這是生人的心 你絕對不會去看的 對不對? 有什麼? 因為你就沒有離開上 這樣 這樣了解嗎? 所以 什麼是分別心? 你就沒有離開上 當然也有分別心 什麼怎麼有分別? 那就是破相 我們才有分別 這樣聽了嗎? 這是什麼? 沒有破相 絕對想不起來 插在那裡 一個是用肉眼看細幹 一個是用肺炎看細幹 你說是用肉眼看細幹 然後用肺炎看細幹 更對 沒有學術的人 絕對是用肉眼看細幹 因為他有一個肺炎 就不要累積過 電腦裡面都空空 你數字都沒有輸入電腦過 都沒有種子在 到時候 要求得出 絕對叫不出 所以 有時候 我們在說 要說法風聽的時候 人是怎麼聽不懂 他就不要訓示過 所以 對這 對這 火法的藥 也比別人更差 那你怎麼會比別人更差呢? 對 你們這世 你們就好好訓 你把這個火法的種子 好好訓進去 那腰對你們辦門很大 我不會騙你 你們這世 如果好聽 聽百 來世的誤信 你自然就比別人更強 一聽到 你就隨便拿出來 但是 你如果 現在剛才不要聽過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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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眼睛看 也要用肺炎看 要用肺炎看 是用對 你眼睛看 是不是 還要還有第三尾眼睛來看 那 那 就要 那 那 就要刮眼睛 刮眼睛 比四尾眼睛看 更準 這就是用露眼鍵,但是心不見的 這兩種都有一樣的意思 眼睛看來心不看,但是你不知道的時候 你把它變成對立,有跟無 所以不了解法律師,他在看這句話就看不見了 有時候見,有時候不見,到底是要見還是不見 他就不知道見是在說眼睛,不見是在說心 所以他怎麼有辦法上分別法呢 你說對不對 他就落在文字上的有無 但現在在這邊就有見跟不見 一下子又有見,一下子不見 所以對火法不瞭解的時候 他看到這經文怎麼會看得到 那是怎麼不接近火法的人 或是術師都沒有巡視過的人 看府警看不見 什麼原因 就因為他在那裡,他就沒有這種種子 我們不是 我們看到這個時候也說 哇,這世間怎麼有這麼大的地位 我們一看到就很高興 所以當初我就是一看到那個六祖壇 我這樣看過了 哇,這世間怎麼有這麼大的地位 我就馬上說,這樣不對,我跪 我真正走路不對 馬上就變回來了 雖然我有驚訝 但是不是離譜得很厲害 為什麼 絕對我術師都累積過 不知道 因為一成熟我馬上變回來了 我問你 你如果已經沉淪過的人 這種觀念都沒有的人 你如果不覺得他好的時候 我問你,你看到你的法事嗎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你說有縁嗎 沒有縁了 你了解嗎 你了解嗎 我們看到我們的法事 哇,原來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會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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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育心碎起來 就是說,我們過去就蠻累積過 我知道這很好 但是看到這個 哇 還有,為什麼 之前我們覺得不好的 我們走不太到的 我們隨風下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過去就有種子說 那不是 那不是 那不是太好的路 所以說放下就有辦法放下 對不對 這是怎麼 怎麼 怎麼 有的人說放下就放下 有的人怎麼放下不去 這是什麼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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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信眾問我看 要怎麼沒有分別心 要怎麼會不會執著 我問你們 你們知道要怎麼放下不 要怎麼不會執著不 要怎麼不會有分別心不 還是說 我說過後 你們就知道了 知道怎麼會知道 那境界一來 不是更可惡 啊 這要累積的啦 開玩笑 剛才在說 剛才在說 我剛才在說 夢中 山壽不苦不樂壽 不苦不樂壽 就是 就不可以還有壽音 因為那個 山壽也是傷苦啊 苦壽樂壽 不苦不樂壽 山壽就是傷苦 還沒有脫離苦 但是 涅槃也是不苦不樂啊 但是涅槃非壽啊 知道是知道 那你心裡 已經不會再有苦樂壽了 是不是呢 要練不不用呢 就不可以練過 所以修行為什麼 要在越困苦的環境裡面修 越能 越能突破 你會感覺說 啊 這比較適合 這真的適合 因為 腳那麼苦的環境 你就 你心就都去懷疑的時候 你說 你看 你看 這樣還有什麼樣的境界 我就幫你打倒 你想想看 有的人就說 為什麼怎麼會無緣無故 要來收這個苦 清楚的人 絕對會發育心 那是你不知道 你才會說 怎麼會這樣吃苦心 如果這樣吃苦心 是不是叫做 無意義的苦恨 那無意義的苦恨 那是對法沒有了解 你會覺得 那是無意義的苦恨 如果對一個已經清 做這個法的人 絕對會越連 境界越高 越突破 越提升 所以 這一種的人 其實真的 有很多現菩薩道的人 不是要把大地鋪平的人 那叫做 真能行菩薩道的人 為什麼 這個是無地府的做法 那是無意義的苦恨 這個是 相當有地府的做法 這就是什麼 大寮出祖師 知道嗎 就是 在那種環境裡 在練 讓大心還沒拿 所以 有一種環境 你們就要了解 什麼是緣 緣就是 你隨緣去突破的 那就是緣 不是說 你的心中 有一個 妄想的空中路隔 你努力去 想要去達到那個 那個叫做虛妄的緣 就像我剛才說的 你要把大地鋪平 那個也是很大的緣 但是那個緣是什麼 虛妄 這樣聽嗎 你說 要把大地鋪平是不是緣啊 當然也是緣 但是做得到嗎 有究竟沒有 有解脫沒有 都沒有 這樣是不是緣了 這樣你做什麼 你到底是有智慧了嗎 所以 有時候你要聽 開謊的人說的話 有地府的話 有些緣 是緣 菠蘿菠蘿蜜 我說過了 那收風 那 就不是只有你們佛教徒 會要收 很多宗教都很會收 但是 你如果沒有火 如同外道 為什麼 你沒有地匯 你願意做一個虛妄的願 虛妄的願 哪是佛啦 哪是粉啦 哪是 哪是 不是 哪一世呢 你如果有意思 可以突破 可以說法 這樣你就開始 還有經驗 在你的電腦裡面 以後你就 隨便隨便 都會說話 這個關卡 一定要突破 這樣 你們有 你們心裡 有沒有那個打算 這是 要讓你先了解 這個過程 你心裡 有那個打算 說 啊 這樣我會向這種路走 有的人聽聽 說不說不出來 為什麼怎麼說不出來 就 你的阿賴耶穌裡面 不夠霸 你的電腦裡面 輸入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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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叫出來 所以 你一定要想辦法 把所有法 都輸入 那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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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也要 那這裏 只要你有意思 有說法的經驗 那這裏 就入了你的種子 你就開始 因為這個經驗 我們是 入電腦裡面 這樣以後 你聲聲聲聲聲 你就會說了 因為就有經驗了 好 那這樣我問你 這款的東西 是彈油還是彈舞 當然這款的東西 當然是彈油 所以種子的東西 一定是彈油 所以 有一種法是要 很認真彈舞 但是 你除了彈舞以外 你也要善你彈油 這 我等一下再跟你說 這油無之間的關係 因為我現在說的 這都是油的 輸入電腦 這都是油的 種子的油 所以 有兩部大論 中國也有兩部大論 是非常重要的 兩部大論 大家一定要 有機會 沒時間 沒辦法 沒時間也是一面 你們如果有時間 有兩部大論 你們一定要 多少策略 一本就是 大制度論 一本就是 魚且四滴論 一部是善你彈舞 一部是善你彈有 好 這樣喔 這樣才可以說 你是三種 十百的人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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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